再看到是这天气好热哦 不过在这个周末假期 很多人都赶快跑到宜兰去玩这个童万节 希望可以消消暑气 只是很多游客都不知道 其实国道5号呢 在礼拜天的时候 这个周末假期是从下午2点开始 就示范高承载的管制 也就是小客车哦 必须要坐满三个人以上才可以上国道 可是很多驾驶车都已经开到交流道口才被告知 所以只能绕一大圈觉得好麻烦 不过呢 如果觉得自己开车很麻烦 又怕塞车的话 其实告诉您 科医业者他们也推出了一些优惠的套票 从两层楼高的滑水道溜下来 无论大朋友小朋友 真的玩得好开心 初假来了 静温又高的下人 来到宜兰童万节的游客 迫不及待冲进水池 消消暑气 但想要享受这样的清凉可不容易 大批游客涌入宜兰 通往宜兰的国道5号首当其冲 就怕交通大打劫 交通部宣布将在8号和15号两个星期天 下午2点到晚上8点 在国道5号各交流道北上入口 示范高承载管制 小客车必须乘坐3人以上才能上国道 不晓得 我们刚好两大一小刚好 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是够了 够符合资格的 宣导不足 游客对交通管制胡萨萨 很多驾驶都是开到交流道口才知道 走那边 不知道今天是高城窄啊 这样哦 对啦 要3个人才可以上高速公路 那怎么办 上不了国道 只能走北夷公路或者滨海公路 绕远路 不想浪费暑假假期 不管有多塞 游客都拼了 不过人潮就是前潮 脑筋冻得快的客运业者 顺势推出童万公车 从台北直达童万节会场 中途不用转车 让游客更方便 除此之外 业者推出套票优惠 替游客审荷包 只要购买台北罗东来回车票 就加赠台湾好行东山河一日券 除了车票优惠以外 另一组套票选择里 包含童万节和传逸中心门票 原本一趟玩下来 车票加门票 最多要花663元 如果选择套票优惠 只要563元 最多可以省下100元 不想出游限制 被拥塞的交通给破坏 出门前弄清楚交通管制 和接驳资讯 不仅更方便 也能替自己省下荷包 中天新闻林医生 李明珊 宜兰采宝博